莊智淡淡然又说了一个新故事 他没有直接回应反驳 是一个相当和善的人 指独不见离星虎 这个独字就是难道或喜 难道没有见过离星虎 这个离就是指猫 星就是指黄鼠狼 都是一些很灵活的动物 很灵活走动的小动物 这些灵活走动的小动物 他可以卑身而伏以后傲者 东西跳梁不避高下 于是他可以曲身低身 伏在道趴在道 你见到他写着蒲白于地 就是趴在地上 然后他后面所写的埋伏 这里就没有埋伏的意思 这个伏字本身没有埋伏的意思 哪一个字解埋伏呢 后字就是解埋伏 等候去埋伏 傲者 这个傲者呢 就是傲游那个傲 家餐厅仔那个傲 意思呢 就是走适地周围走 用今天的讲法就叫轻了 就是去捕捉 去埋伏一些可以周围轻慢慢走的小动物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个离声的第一个特色 第二个特色呢 就是他可以东西跳梁不避高下 他不会因为高下而回避的 这个是加回餐厅的通假字 那这个梁字呢 大家就留意 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呢 就字面解的就是横梁 就是楼房的梁 另一个梁字的解释呢 就是他通假 竹字边加个梁字这个梁 那么这个梁字本身呢 都是跳梁的意思 那于是呢 就是东西跳梁 那于是呢 跳梁就是跳梁 就是说呢 东跳西梁 那就是周围跳了 那就没有实指到他跳的是不是横梁 也都不需要他实指横梁的 东西跳梁不避高下 那于是他既这些离声呢 既可以很沉静地趴下身在那里 来到去等候他的裂物 但是他都可以呢 就周围这样跳 很生动 很灵敏地去周围跳 不避高下 但是他们这些离声的下场是怎样呢 往往呢 是重于鸡鼻 死于网鼓的 这个鼻字呢 就加回肉字 加回下面肉字底的鼻 那么鸡呢 就是鸡关 那于是呢 最后呢 都是重于这些鸡关的那些 捕鸟兽的鸡关 那些鸡关很多时候呢 都会有一些好像类似鼻的设计 那么死于网鼓 这个网字呢 就加回轿丝边 你就会明白的了 那这个鼓字呢 本身呢 都是网的意思 那于是呢 就死于网鼓 那这个呢 就是离声的故事了 那但是相反 金乎鸡牛 有些鸡牛呢 就 其大约 随天之云 这个随字呢 加回 斧头 左斧头 那这个 左斧头呢 就是解边的意思 这个解边的意思呢 就是说 这只鸡牛呢 它大到呢 好似在天边的云一样的 大到好似天边的云一样 那么大 其实有些夸张的成分 那但是它就要做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了 此能为大意 而不能执鼠 庄子是直接评价 这一种随天之云的体型呢 这个功能呢 是大的 不是小的 更不是没有用的 那么大 什么叫做没有用呢 虽然它不能够去捕捉老鼠 但是它是很有用的 它是一个大用来的 你看看前面的故事 尼星它的结局是怎么样 就是死于网鼓了 尼星死于网鼓 所以这个鸡牛 虽然它不能够捕捉老鼠 但是它这种随天之云的体型呢 是有很大的功用的 那么功用是什么呢 就是 它因为不会走来走去 它不会掉进机关里面 它不会死于非命 这个大的意思 不是指它可以捕捕老鼠 捕捕老鼠这些是小用 它真正的大用是什么 它的性命是可以得以保存 不用重于机关之内 那么这个才叫做大用 这个就是庄子眼中的大用 所以大家看到 蓝色文字和红色文字 又是两个态度 或者价值观的对比 红色的是装子它的主观 不错 不错